北京时间8月28月上午11点,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半决赛同时打响。 女拼方面,中国对今天排出朱宇林、陈梦、王满锯的最强阵手,对阵老对手韩国女拼。 经过三排较量,中国对以3比0的总比分横扫对手,晋级冠亚军决赛,首盘比赛由朱宇林迎战前窒息,小朱前两局打得比较轻松,11比7和11比5获胜,取得2比0大分领先。 但第三局前这七八起了一阵反击,以11比7扳回议程。 第四局,朱宇林调整之后没有再给对手机会,11比5锁定胜局,次盘由陈梦对阵H-Y-O-J-O-O-T-O-I,11比8,11比6,11比8,陈梦只落三局获胜,中国对总分2比0领先韩国。 第三场比赛王曼玉与韩国队经验丰富,得31岁老将学校园,王曼玉进入比赛状态较快,首居以11比7胜出。 不过,第二局比赛学校园版打了王曼玉一个措手不紧,3比11,王曼玉本局本局基本没有什么发挥就输给了对手。 好在他随后迅速修正了手感,11比9,11比6连续赢下第三局和第四局,总比分3比1战胜了徐校园。 在最终的女性团体决赛中,中国对加于中国香港队与朝鲜队之间的胜者争夺冠军。